很多花友在夏季这段时间养护多幼 平时浇水把控的也好 但是就是不明不白的出现烂根的情况 其实这个原因 它不是由于病菌引起的 而是由于虫害引起的 因为夏季高温这段时间 多幼的土里面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根粉剑 这种根粉剑 它是躲在根部啃咬根系 当我们发现的时候 这个多幼已经是无法拯救了 所以说我们养护多幼 想要避免这个根粉剑 是要以预防为主 所以每年到夏季这段时间 我们都会给它使用一些杀虫药 比如说像这个家庭专用的小白药 这个小白药使用起来方便简单 直接撒到这个土里面就可以了 每颗多幼都给它撒上一勺半勺 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的避免 这个多幼产生的根粉剑 因为我们的多幼有没有根粉剑 我们是很难察觉到的 当我们察觉到了 那么这颗多幼就无法拯救了 所以说为什么平时很多坏友养多幼 不明不白的就烂根了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大家要预防为主 当然了 这个小白药除了对付土里面的根粉剑 土里面的各种害种之外 枝叶上的牙虫 祭马 小黑菲等等 它都有效控制 因为它是内施型的 它会吸收到叶片枝条上面 所以说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用 用它来做防虫 而且非常适合家庭用 又不会出现异味 也不需要给它喷 好了 我们下期见